大家好我们是这群人 太久不见 舞台上七位成员一字排开 百万网红团体这群人 合体现身公益活动 庆祝成军十二周年 感谢粉丝支持 联名一款饮料 就是淡定红茶跟大冰奶 这一次我发现 其实现在卖得很好 所以我们也发现 原来大家会真的愿意把经典 融合到他们的生活之中 对 看上去 这群人团圆都是奶茶控 除了联名饮料 还要推出单曲 高学率有什么用 自由班有什么用 升学率有什么用 田压式的教育 看本就没用 这群人走过十二个年头 要送给粉丝特别音乐企划 展望邀请各方好友 参与烧舌争霸战三部曲 最终取大冰奶MV找来原子少年 其实是我公司的同事们 都一直在看原子少年的节目 我也有看 我也有看 一年前就录好了 然后后来 原子少年成军前 后来问他们之后 有几个少年们也说 我们要来客串MV的部分 我就觉得 也很感动 其实蛮感谢他们的 大赞弟弟们是最夯欣欣 展容透露 看到原子少年在节目上的 努力不懈 就想和他们合作 幻君浦阳 俊婷等原子弟弟 就一口答应 还有女神加入 我们邀请瑶瑶 女神 她的好朋友 也是应声推荐给我的 就是那时候我们中间有一段 算是收 收了 不过我想要有点惊喜 结果我是认真的思考之后 我发现 很适合 这群主打格大冰奶即将上线 两大流量明星合体 插出什么火花 粉丝敲碗其带 TVR 新闻罗上江 齐云 台北报导